2022年的12月突然释出了劳力士要开始进行官方认证二手表的消息 在年末的表姐投下一颗震撼弹 究竟劳力士涉足官方认证二手表的决定会对表姐造成哪些冲击呢 这一集我们一起来探讨 在表姐劳力士并非是第一个投入官方认证二手表的牌子 之前有不少品牌也有在经营官方认证二手表的市场 而这些品牌们的做法有什么区隔呢 我想得到在僵尸丹顿 僵尸丹顿应该是比较是股东表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作品 当然大概都是50年以上的股东表 那劳力士我们现在看到 BOOHER它第一次贴出的东西 多数是所谓的二手表 就是所谓的新股表这样一个东西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差别 OK 目前市面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官方认证二手表 有12月最新加入的劳力士 那比较行之有年的是这个Richard Mile 跟FPJ两个独立品牌 那唯一进入到台湾市场 那也办过好几场这个股东表的记者会的 就是僵尸丹顿 简单的讲说 僵尸丹顿就比较focus在股东表修复 可能从拍卖会 可能从长家的手上买到一些股东表 经过原厂的工坊 修复之后再拿出来翻售 不管是僵尸丹顿也好 不管是劳力士也好 你都可以享有一个很完整的保护 以劳力士如今做什么都能带风向的影响力 大家都在等着看 他们实际怎么执行官方认证二手表的计划 而劳力士下的这一步棋 想布的又是什么局呢 大家要做这个东西一定是 离开不了那个立正嘛 他一定想赚这个钱 他应该维修他是肯定赚的嘛 因为维修本来就是一个人力而已 而且一个表现在像我们进去一修 随便修就是三万五万 啊这个当然是很大一个财源 那这些表其实在劳力士来讲 可能有一些库存的零件 库存的材料 组合一起就装起来 都是不择不扣的针表盐装的啊 而且又是没有使用过的 所以这个他应该可以 透过他的经销商 他价格应该 可以卖得不错 第二个有劳力士固定的粉丝 他一定会看他们的代理店 台湾因为市长他还没有真正进来做嘛 好像听说北中南各开一家要做嘛 那坐下去就看他们真正怎么经营 再来讲 第一个他结合了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永续跟环保 所以说他做二手表 其实对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是正面的 另外因为他在这个二手表这个领域里面 他是认证的 所以说对一般的消费者 他是有保障的 因为劳力士就等同现金嘛 在市场上真真假假的 那既然有认证的劳力士的二手表 我想这是对大家一种保障 好第一个层面就是劳力士本身的商业考量 因为劳力士已经被投资化了 变成一种投资商品 甚至劳力士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货币 然后第二个考量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那假设劳力士今天跨足这个二手表 的这一块领域 就可以杜绝部分非原装表款 在市面上流通的一个情况 劳力士这次做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这个跟卖车子有一个地方相同 就是说现在有些原厂认证二手车 他给你重要的一个广告的观念就是安心吗 我想这一样道理 如果说你今天你去某一家二手店 不是每个人都专家 也不是每个人都跟这个老板这么熟 如果你要求得安心的话 他应该是最好的广告 老力士在欧洲最大的经销商不合 网站上已经公开了许多资讯 那么就目前可掌握到的状况来看 老力士官方认证二手表的回收机制是怎么执行的呢 回收机制的话 目前老力士是委托保齐来 来做回收的一个动作 他本身也是一个制表商 他同时也是欧洲地区最大的老力士经销商 消费者必须把手表拿去给保齐来 他们有专业的制表石来评估你的表矿 然后他大概检查之后 会给你一个估价的估值 那消费者可以决定 要不要把这个表卖回给保齐来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价格你满意的话 你直接可能就是 以回收价你拿了现金就走了嘛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表的残值 去换购店里面其他的新表 因为老力士的习惯是 他如果还没开始做他不会先讲 但我只能说我自己去揣测 做这个回收 做这个二手表的买卖 我相信他最大的后盾在于RSC 就是老力士官方的服务中心 所以我猜测就是说 你把表拿回去要卖 他一定会先送RSC去鉴定 先第一步先鉴定真伪 第二步可能会看你的损坏状况 需要保养需要维修 如果他愿意收的话 他一定会帮你整理到好 那这个他们可能会分级 比如说你坏到什么情况 因为RSC会报价嘛 比如说我报价要修五万块 这个产品可能要减个 七八万的价钱下来 我必须有个弹性是 我的利润啦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瑞士的例子 你会发现到 他同一个款式都价格都一样 我相信每个表一定会略有差异啦 那只能说你先到先选嘛 比如说你要买蝙蝠侠 那你就 比如说有五只蝙蝠侠 你看一下 诶 评价比较好的你就挑走 就这样 而现阶段所有的资讯 都还没有完全公开透明 因此大家也有诸多揣测 例如劳力士回收的二手表 有没有年份上的限制 年代久远的股东表 也在他们愿意认证的范围吗 那劳力士我想他也太老的东西 他也不会去碰 因为太老的第一个他没资料 不像PP他说 我以前从你看一百多年前 每一笔资料 每一个表他都有记录很清楚 老实是以前他是不是那么高贵的表 他只是一般平民 就是很实用的表 他不是那种那种就是说 要让你收藏的 他自己没有这个这个这个资料在啊 所以他来我太老的东西 我相信他也不会有去碰 应该可能就最近这三十年 五十年以内的表 在这个认证二手表的网站上 出现两张图 一张是大概是二三十年 有二三十年历史 旅圈的这个1670GNT Master的表款 那另外一个是1970年代的Day Date 他的这个贵金属表款 我可以推敲劳力士 应该是埋下一个伏笔 就是未来可能会往这个区域发展 那对于股东表爱好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表的品项要好之外 那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齐 但是劳力士復活中心不会在意 你的零件有没有对齐 这个就会对于表的价值 还有收藏家的收藏因缘 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劳力士其实有一个隐藏的这个工作室 他位在日内瓦 他们对针对这种股东表嘛 他是以原件或者是当代零件来进行维修 当然他的收费会比送到 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劳力士服务中心来的高 也复杂 但是如果我觉得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 这个股东表的话 其实做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 前面我们一直反复提到 劳力士的官方认证二手表计划 是表界震撼胆 那么更具体来细分的话 对于二手表和新表的行情 甚至是拍卖会或是表米本身 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如果二手表的行情的话 理论上应该影响不大 但如果说劳力士的二手表 他卖的贵也不合理 第一个他新表 第一个他自己在制造 他成本也低 他也不是做不出来 他可以自己在做就好 他没有必要去收回来 就是用最简单的黑水鬼 定价三十几万 要你不要去抄价 偏偏你二手表的市场 就已经比那个价格要高啊 讲是讲不能抄价 但事实上他们私底下 都没有那么乖啊 都是大家都是抄价在卖啊 对不对 我买新的才三十几万而已啊 买二手的要四十万 那不合理啊 那要怎么 这可能只是暂时限了 可能就是啊 我的新表现在没有后援 暂时这个材料供用不及 还是我的生产来不及 然后这二手还可以 塞一下这个市场 其实对于消费来讲 应该也不会差很多 除了说你不懂表 你可能相信老力士 不然你稍微懂一点 在外面买会比较快吧 其实他对这个市场说 没有影响也不至于啊 但是会影响多大 我看你不会啦 因为究竟 老西市的那个 那个粉丝啊 就是对他死忠的客户 一定有些人会跟他买 但是外面还是有一些 比较属于行家玩久了 他们还会找他们的需要去买 他不可能说把整个市场都站起来 我是觉得不大可能 对于一些一般的消费者 因为他没有门路 所以他不管买或是卖 基本上他会找老力士的 AD店来跟他配合 但是对我一些玩家 资深的玩家或是厂家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管道 可能是拍卖会啦 可能是其他的管道 那因为认证的二手表 通常他价位会稍微偏高一点 那这些厂家其实都是很金的 所以他们有应该有他们的管道 两者其实是不会冲突的 如果老力士未来 跨足股东表市场的话 他又能把股东表 以当代的工法 或者是当代的零件修复 可能就会对股东表的市场有所影响 因为目前他是局限在欧洲六国 那欧洲国家 劳力士的二手价格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他可能比当地的二手表商贵不了多少 可能贵个十几二十趴 那如果引进台湾的话 他还是依照现在的定价模式 我觉得影响就不大 那我可以举一个116-710BLNR 他是GNT Master II的黑蓝圈 他是最近两三年才停产的 目前我们在台湾这款表的市场 市价依照年份 品项跟配件齐全与否的程度 他的价位大概是落到42-45万之间 可是我之前有上保齐来的网站看 他的标价是2万1千瑞朗 劳力士未来也把他引进台湾 然后委托我们本地的这个经销商来 进行销售的话 他价格如果还是定的这么高 那消费者就不见得会去选择 劳力士的认真二手表 这是一个大家良性的循环 这个循环里面你要新表够好够强 你才能够做二手表 那当你新表做得好以后 再有二手表的这个市场的加持 又会让刺激你的新表成长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良性的循环 劳力士的一举动都是表界焦点 在把官方认证二手表 视为重点计划之后 对于表界来说 会造成哪些后续效应 有可能借用这个方式 让超定价的现象在未来找到解套方法吗 优势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安心嘛 就是你不懂的人 或者说你 你没有信任的店家 然后你对这行情也都完全不懂 你就只是一个路人 我忽然间 觉得我应该有一只劳力士 但是新表我又买不起的时候 你有个很办法管道啊 第二个优势是 它有一个平易这个波动的功能 因为它是大哥嘛 它也不希望市场混乱嘛 所以呢 我觉得它会去平易这个波动的状况 它应该要一些时间去发酵啦 除了说 它会让价格稳定以外 我认为它会让它趋向合理化 这都要时间去印证 但是我讲真的 硬要我讲出答案的话 我觉得长期是有可能的 以我对劳力士的信任 它这样一个公司的组织 它对于它长远目标的一个坚持 所以我还是宁愿相信说 它出来以后 目标是要让它 平稳价格 然后让它合理化 合理到一个 大家都会笑的一个程度 而不是都很不爽的程度 一般消费者 他觉得这个管道是非常有保障的 但是对一些玩家 会在拍卖会来买表 因为拍卖会里面呢 它有一些很特殊的表款 然后里面的一些细节 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假的 但它价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市场 我们知道劳力士最近它要扩厂 它要增加产能 那这样子的话 它把饼做大了之后 其实对它的心表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在二手市场都知道 一年的产值是超过200亿美金 到2030年的时候是到了350亿 所以市场是非常大的 那劳力士做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运用 对我想这个我们是看好的 我们是看好的